香港素来有购物天堂的美誉,但2019年下半年的社会风波以及接踵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当地的零售业带来了深重打击。 市民外出减少,消费气氛已陷入低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零售商开始逐步转型,布局网上售卖,用新的形式进行自救。 香港知名化妆品零售商卓越于近月启动卓越微商城,透过微信小城市服务顾客,并将前线销售人员培训成为网上主播。 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值零售业寒冬,希望能够寻求破局之道。 而香港老牌国货公司,玉华国货,意在扩大网店业务。 公司董事总监于伟杰告诉记者,在社会事件的影响下,公司去年11月的营业额下跌了约30%。 转年遇上疫情,市民不愿外出购物,公司便考虑将更多资源投放到网店。 玉卫杰说,之前玉华网店的日均浏览量大概只有一两千人次,但疫情发生后,网店营业额将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6倍。 有一次,公司将一批印尼采购来的平价口罩放到网店售卖,一下子融入50万人,造成网络拥堵。 这也使得公司开始进一步优化网络,并完善配送、售后服务等相关配置。 玉卫杰坦言,因为便捷的交通以及丰富的线下门店,长期以来香港网购业务的发展较为缓慢, 但这次疫情却迫使市民改变了消费习惯。 他认为,零售业转型上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除本地市场外, 玉华一会运用网购的优势,不断扩大海外市场。 其实我们现在网购有很多是海外的华侨、桥胞, 我们会送到美国、加拿大、英国、东南亚都有, 我们一直都会继续优化我们的网店和网上的服务。